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果然如此 你擁有回溯時間的能力呢 但是沒有用的 我早已算出你所有的路線 所有的都通向死亡 為什麼? 即使付出這麼多的生命為代價 也無法逃離命運呢 接受吧 這不是你的錯 我可是知道這個世界一切的事情的 即使世界可以無限重來 這裡也根本沒有一條通向未來的路呢 命運必然是首數的 無論是你、我還是誰 都是掛在這個世界線上的提泄墨 所有的人都只能向注定的結局前進 沒有例外 無法逃脫 哪怕是神明 也沒有差別 真的是這樣嗎? 神明大人 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點點點 這個點點點 就是無神論者 如果照遊戲的走法 就 沒有 因為現在有個結局 所以應該是要選擇不是這樣的 病運可以 由人來操縱的 不可能是信天有命的 所以 我們選擇不是這樣的 選擇的話 應該要直接進Bending 應該要直接進到姐姐那邊 那是當然的 那個聲音 又出現了 人偶師先生 請問你覺得 人 究竟要如何反抗命運呢? 點點 這個問題 本身就是個陷阱 人不能 也絕不可能 反抗命運的 但是 這就意味著 命運才是一切主宰嗎? 回憶一下吧 命運註定論的根基是什麼? 是因果律 果 是你將要面對的未來 決定他們的是因 而其中 最重要的因 正是你自己 以因果律為根基的命運註定論 能證明的事情只有一件 那就是 你的未來 只有你自己能夠決定 那麼 開始思考吧 現在 只有你 才能做到的事情是什麼呢? 只有我 才能做到的事情嗎? 命運 時間線 神明召喚 我似乎看到了 那無解的命運輪迴的突破口 那是 或許只有我才能知道的 唯一的落點 那麼 永別了 病運的人偶 等一下 還有什麼問題嗎? 哼 你之前說 你知道 這個世界的一切對吧? 是啊 怎麼了? 神明大人 請悄悄告訴我一個數字 隨便都可以 謝謝 謝謝 那麼請問 什麼都知道的 拉普拉斯先生 神明大人 剛才告訴我是什麼數字呢? 哼 還不簡單嗎? 只需要稍稍計算一下就可以了 無…無法計算? 你知道 這個世界的一切 這也意味著 你只知道 這個世界的事情吧 怎麼會 代入初始條件 未知 強制開啟 迭代 迭代失敗 外界發生的事情 不受這個世界的物理規則 所制約的 也就是說 憑藉這個世界的規則 是無法預測外界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只有神明大人干預的話 未來預知 就失效了 只要神明大人干預 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的 系統重新啟動 重新獲取初始條件 或許失敗 那麼 在這樣一個不可預知的世界裡 未來預知機器的存在 又豈不是很可笑嗎? 第五次重啟動 系統過熱 我… 我輸了 你真的很厲害 我想起來了 你是十二年前 那個小女孩的弟弟吧 我記得 好像叫瘋什麼來著 是個… 很好聽的名字呢 瘋… 那的確是我的名字 只是… 姐姐從來不用這個名字叫我 以至於我 我已經在無聲流暢的時間中 忘記她了 神明大人 我要在這裡 向您重新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名字 叫韓風 我只有一個小小的願望 請和我 離開這個空間吧 神明大人 我以為是明大人不理她 欸? 不過這個名字真的是有點當欸 如果… 如果… 你們未來巴西孩子的名字叫做韓風 你們可以試試看 會發生什麼事情 要取名字之前 像我之前說的 請大念三次 台語… 中文… 英文… 全部都念 看看會不會出現奇怪的東西 這… 就是魔法水晶了 不過… 要怎麼破壞它才好呢? 欸欸… 好恐怖 少年 你想破壞這個魔法水晶嗎? 讓我勸你… 讓我助你一臂之力吧 助於之前禮物的報場 恭喜你 能夠回到原來的世界 用別了 只有一面之緣 我的朋友 泰迪好棒 好carry 不過剛剛那樣一整群人過來 我真的嚇到了 可惜… 魔法恢復了嗎? 快出去看看 嗯? 嗯? 存當點不見了 而且我是 自帶聖光了 看人真的很喜歡土豆,沒錯 石頭不見了 神明大人 請你告訴我 知道剛剛 發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情 都是一場夢嗎? 我可能 真的做了一場夢吧 做了一場 離奇曲折 光怪陸離的 舞台上的夢 但是現在 我不會再迷惘了 因為我看見了 她平日裡 習以為常的一束束光芒 此時此刻 針在地平線的比方 閃耀著 我知道 她對於我來說 不僅僅是太陽 更是我所奔跑著 追逐的東西 十二年的人偶生活已經結束了 現在 我站在這裡 把那東西招手 恍惚間 我彷彿看見 她張開雙臂 像一個穿著白色淋漆裙的小女孩 向我奔跑著 微笑著 我被包圍在重重的陽光裡 伸手迎接她 向她懷疑微笑 你好 你好 她說不是 她會說 但我感覺還是像做了一場夢一樣 愛起神明大人 在那之後 已經一年過去了 我將家中剩餘的財產整理了一下 準備去闖蕩一番 前路慢慢 前路慢慢 遠 遠 一番風順 寒風 就要把她說 你是特意去打得到 只要讓她們看來 你當你坐在我的序上 你學會忍不穩 在那裡 你拿走在那裡 我好像有個樣子 我現在會遇到 還要不穩 快 你躺在那裡 然後有要可以 她結婚了 和她在一起相處五年 雖一路有好多坎坷 不過 最終 得意如願 韓風 謝謝 不會 幫助 追著我們意圖的少年 是我們神明大人的工作 所以請你們以後都叫我神明大人 完美 辛苦了 我親愛的 仁偶師先生 本次的劇目已經徹底結束了 請這邊退場吧 你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我只要你叫我神明大人 劇目 如你所見 一場被命運安排好的劇目 我們都是戲子 無聊 真有趣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理解不上去嗎? 還有什麼問題嗎? 觀眾是誰? 觀眾 觀眾 沒有什麼觀眾 只有人偶罷了 真噁心 真有趣 怎麼回事 一些 無聊的惡趣味 最後 是什麼問題呢? 你是誰? 我嗎? 原來如此 好問題呢? 已經沒有什麼隱瞞的必要了 我並不是什麼旁白 此時此刻 我正站在 舞台正中央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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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一次降臨在我身上死的狀況吧 那是一點不是嗎? 紅色印記數字1 可以開始了 誒?剛開始死過一次是什麼意思? 時鐘上的數字是1 說明了在你開始遊戲時 我已經死過一次了 沒錯,我就是那個第一次死亡的我 如你所見,我現在已經是幽靈狀態了 我沒有辦法掙脫姐姐 但姐姐也沒有辦法拯救我 我安排好的一樣 我在命運中,輪迴中死去了 我死後,這樣的人生算什麼 得不甘使我留在人間 我遇到的Q,是我那世界線的Q 它對我施加了只有對幽靈使用的 在不破壞世界法則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的釋放智慧與力量的魔法 一眼 我的天啊,不 為什麼後面要加這個 我帶著這份能力穿越時間回到過去 為了擺脫命運,我召喚了你 後面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 惡靈,退散驅散的一切 但是,沒有預料到要的副作用 第二次的我,失去自我開始暴走 醉樓身亡 我不得不換了一種說法 將Q之書放在了房間裡 裡面記載了抑制姐姐能力的魔法 感受不到主人重擴空間 開始狂暴化了 但我們成功了 我們找到那條能通向未來的世界線 多虧了你 這個劇本裡面,最棒的沿著 你改變那個活著的我的未來 我的執念已經了去了 現在我也該走了 不過,在人生的最後 還是讓我說幾句話吧 我並不知道 你所處的世界是怎麼樣的 是光明或暗淡的 是喜悅或悲傷的 但無論你的命運是什麼 是代碼? 劇本? 還是物理法則? 你的未來 都是由你親自所寫下的 獨一無二的東西 所以此時此刻 向著你的未來前進吧 那裡一定有精彩的東西 等著你去規策 再見了 謝謝你 神明大人 欸,怎麼這樣斷掉 所以那是不同世界線的那個 我們的主角 不同世界線的主角 那個時鐘是世界線的收數 所以在不同的世界線中的 主角的死亡次數 就會顯示在那個鐘上面 那,剛剛我們玩出的 那個主角逃出去的結局 是 所有世界線中 所有的平行世界中 能讓主角出去的唯一條線 它沒有輪迴的概念 它是 多重世界的概念 應該說我們為某一個 世界線的主角 找到了 它可以 自由的那條線 但它要帶出的東西 是最後的那幾句話 我們要當內控型人格 不能當外控型人格 不要覺得 所有事情都靠命運所驱使 要相信自己能改變命運 這應該就是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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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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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